画面上是基隆市长谢果良主持开球仪式 祝福这个信义有爱三对三篮球赛与亲子投篮赛顺利举行 场上的焦点就是台湾重量级的篮球明星林智杰 另外还有基隆出身的篮球名将李启义 直篮教练复名人林冠伦、周俊雄等人 纷纷来为这个信义有爱三对三篮球亲子赛来加油打气 呼吁大家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而直篮明星教练跟在地校长陈建文与里长王伯丽组成的表演赛 让现场加油声不断掌声欢声雷动 非常感谢我们市长的大力支持 还有要感谢我们基隆市妇女会 还有里长连移会 还有小米菇参访 还有我们深美国小 那最感谢的就是我们今天 我们的富民人 我们的这个前台匹的总教练 我们谢谢您 还有我们绍之英雄 四个宜然复兴国中 也是我们这个红国的教练 还有黎琪我们义龙的教练 好帅喔 还有我们林志杰 忍不住要尖叫声化声小迷妹 我们林志杰也是我们现在我们富邦的一个最棒MVP 带领富邦三冠王谢谢 还有我们林冠伦 还有他就是我们新竹工程师教练 哇这五个真的是非常开心能够来到我们基隆 来到我们深美国小为我们大家来加油 其实有很多像放弃的阶段 然后都是傅老师就是一路把我就是带着 然后给我很多一些很正面的 呃观点跟思想吧 在篮球路上就是随时遇到什么困难 就回想以前的初衷 然后保持热爱 然后对篮球的渴望 然后就是很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训练 然后知道自己缺失什么 或者是说跟别人多去学啦 然后看人家的好 然后去学习人家的好 然后把自己人家的好 把他吸收为自己 然后去磨练自己 然后提升自己 我们何淑萍何议员跟 呃我们的这几位议员 都为了这一场球赛 费心费力 啊我们是不是掌声给他那个鼓励好不好 真的很想把信义区域把深奥坑 透过篮球弄得更健康 那国粮呢 其实长期以来也很重视室内风雨的空间 未来我们也会努力打造更多这一类的环境 让我们的学生们可以在全天后都能够打球 然后能够有一些健康的活动 最后祝大会圆满顺利成功 也谢谢我们各位国手跟教练 今天能够造访跟回来基隆 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 主办这项活动的市议员何淑萍 也跟信义区区长吴小慧 一起下场进行表演赛 呼吁大家多运动 保持身体健康 也增进亲子之间的情谊 记者黄志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